客气一把抓过名牌包 淘气举动笑翻现场所有人 原来包包主人正是英国凯特王妃 凯特进来随夫婿威廉王储出访威尔斯 和民众寒暄时 一名被妈妈抱在怀中的一岁小男孩丹尼尔 对凯特手上的名牌包产生兴趣 居然占为己有 没想到妈妈随后要把包包还给凯特时 丹尼尔竟百般不愿 尖叫不断还准备嚎啕大哭 凯特健壮则大方表示让她玩个够 丹尼尔露出开心笑容 但丸腻后劲把包包往地上一丢 幸好妈妈及时接住 最后顺利物归原住 一场意外插曲因为凯特亲民作风 又为往事外交博的好感 还有媒体发现凯特手上拎的包款 虽是英国专柜品牌 但却是过季的款式 市价675英镑 大约26000元台币 包括当天穿着的更是重复穿搭的 平价品牌ZARA格文洋装 与设计师款大衣外套 节俭却不失优雅 备受推崇 堪称王室模范夫妻的威廉凯特 到访威尔斯时 更和珊迪救难队见面 接受垂降 紧急救护训练 还当了一回王室外送员 亲子外送披萨 在威廉凯特忙着建立王室形象之际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十5月6号 也即将加冕正式登机 但英国最大反军组织团体 已先呛瞎将展开抗议 让英国警力严阵以待 三新闻有何卷报导